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們來宣讀一次題目 我們本次火星人辯論的題目是 作為一個聰明的投票者 以之勝負在兩票內的機率為零 則不去投票比較明智 我是正方 所以我就是覺得不去投票比較明智的 這個是高國威 他是第二屆火星時間冠軍 他是反方 結果他認為是不去投票這樣不是很明智的 大概是這樣子 反正他是要去投票我是不去投票 那就是都沒有問題的話我們就可以開始 有問題嗎 沒有 那就是那個 所以我先正方先來稍微深論一下 就是因為既然題目都講了 已經知道勝負是在兩票裡面的機率是零 那這樣的話呢 就是就不需要投票了 因為我一個人投票我只有一票 兩票裡面的機率為零的話就表示 我投不投的話勝負都不會有影響 那這樣的話我幹嘛要投票浪費時間 所以我認為這是非常簡單的道理 就是不用投票 對 好 我對於在兩票以內 你去投票不會改變這個結果 提出質疑 就是說 就算在兩票以內 那是在兩票以內的機率 但是 並不代表說我們去投並不會改變它勝負的機率 對吧 因為我身為一個火星鏈指導持久者 也算是一個有初階念能力的人 就是我相信 就是根據我的經驗 就是我的念能力 只要我去投票 通常我投票那方就會贏 就是過去的經驗是這樣 結果我們回撤的歷史結果是這樣 那未來呢 我相信也會是如此 所以說 我會去投票 因為我投票那一方 我就會贏這樣 就算 就算最後的結果出來是在兩票以外 那他會贏也是因為我去投票的關係 是這樣 嗯 就你的主張是說 這個 你的投票 不是只有投下去的那一票的效果 還有額外 外溢的效果 對 我覺得你這個主張並沒有問題 但問題就再來說呢 你的這個法力太弱了 還需要跑到投票所蓋下那個章 這樣才有效果 但像我們這種念能力高手 我們就在家冥想一下 然後可能就已經可以影響戰局了 就不需要走到投票所投票了 對 那因為這個變體是說 是做一個聰明投票者 你那個可能 念力差的就不夠聰明這樣 在我的定義裡面 聰明投票者 就要念力要強到 不用去投票所蓋那個章 還能影響戰局的 才叫聰明投票者 對那不然都是愚笨投票者 那你雖然是這樣說沒錯 但是這樣子你並沒有辦法證明 就是因為你沒有任何去投票的紀錄 就是你沒有辦法證明 你是否有真的影響這個 但我有去投票的紀錄啊 我有那個投票的通知單 然後那個投票的印啊對不對 所以我有那個紀錄 我可以向大家證明 我是真的有能力的 不會不會不會 我發FB 我每次都有發FB 選舉預測文 就像我這次有預測 柯文則會勝選 雖然現在郭台銘要出來 但我還是預測 柯文則會勝選 所以我可以透過 預測選舉結果 發表在公眾媒體上 然後來驗證我的這個念能力 不需要這個 就是這麼 一定要去蓋那個章 反正你蓋那個章 是沒辦法驗證 因為你又不能在那邊拍照 那是違法的嘛 但我發文在公開FB媒體上 說我認為 預測誰會當選 這個是比較方便的 就是也是可以驗證的嘛 那你並沒有辦法證明 你預測的 就跟你使用念能力導向 那個方向一致啊 沒有我現在意思是說 所以不需要去投票 就你前面講的說是 投票可以發動念力影響 那我的意思是說 那個是比較爛的投票者 才要去投票才能發動念力 那像我們聰明投票者的話 就不需要這樣浪費力氣這樣 我作為念能力 念能力稍有了解的 稍有涉略的 我不認同這樣的說法 就大家都知道 念能力對自己的制約越強 效用就會越強 我對自己的制約強到 我強迫自己去做出這個行為 所以我的效力一定比你還強 你會說你一定要去 投票所蓋章 才能發動你的念能力 反正你的意思就是說 那是一個你發動念能力的條件 結果你要去投票所蓋章 然後發動念能力 那這樣的話我可以說 我去南極蓋章 就是說我建一個南極投票所 我去南極蓋一個投票所出來 再去南極的投票所蓋章 這樣更能發動念能力 因為這個南極 比台灣的投票所還要更遙遠 所以這樣的話 你去台灣投票所投票也是多此一舉 你的念力也沒有比較強 沒有但你必須要先制約自己是這樣 對吧 但你並沒有這麼做 而我已經制約自己 就是要去投票 才能夠發動念能力 不是不是我現在意思是指說 如果是為了發動念能力的話 就還是有存在更強的方法嘛 就是說那個 如果你是要討論制約的話 那你可以有更強的制約方法 也不需要去涉及那個去投票所蓋章 因為我現在主張就是說 去投票所蓋章才能發動念能力的 這個念能力呢 它是 就是太弱了 就是說這種念能力太弱了 我不認同這個看法 因為我們就是在 所有可行的方案中選擇一個 最可行的方案去做制約 當然你制約也不可能強大到反思自己 比如說 我要求自己是要砍下一隻手指 用手指的那個橫接面去蓋章 這樣才算 當然不行啊 對吧 所以我們不能用太嚴苛的 誒不是啊 為什麼不行 你要更強的念力 你就砍下手指 用那個流血的手指蓋章 可能你那個就超級強啊 對 但這樣就很有限啊 所以我們在 當然 你要這麼做也是可以 但顯然沒有必要用到那麼強大 因為根據我過去的經驗 我自己去蓋章這個動作 念能力已經足夠制約到強大到 我所投票目標都已經贏了 所以我們有必要 就是能量過剩了 對吧 不是啊 你那個不投可能也贏啊 你這個也沒有反向證明嗎 就是說其實你那個 有啊 有啊 因為我不去投的時候就輸了 沒有沒有 你不去投的時候 你有發文在社交媒體上 說你預測誰會贏 有啊 有啊 就是 呃 是這樣子的 我自己的選區我有去投 但我不是選區的 我也都有發文預測 但只有我自己的選區 最後是我預測的結果贏了 嗯 那可能你其他選區預測錯誤啊 就是你預測不準而已 這也沒什麼好拿來嘴的啊 沒有 但是這就是回測的結果啊 我們還相信回測的結果嗎 不然也沒有其他根據啊 沒有啊 沒有啊 就是那個我們是講邏輯的 就是說這個 你這個制約的 你的邏輯如果是制約的話 那我就跟你說制約有更多更強的制約的方式 你那個就是只是投個票那個制約太弱了 所以這個還是多餘的動作這樣子 沒有啊 欸 作為一個聰明的投票者 我讓我所有利的一方當選 就是我的目的嘛 所以我的制約已經足夠強大到我希望的人能夠當選 那就已經達成我的目的了 沒有 可是我的意思是說就是 你那個就是 跑去投票所這個動作還是太麻煩了 就是說如果今天你可以不用跑去投票所 譬如說你那個郵寄投票 那也可以有一樣的效果 為什麼你要反對郵寄投票 欸 我並沒有反對郵寄投票 因為我們的便題是 就是 在兩票以內不去投票的名字 並沒有說一定是要去投票所投 或是郵寄投票投 所以你也認同可以郵寄投票 我也認同可以郵寄投票 但郵寄投票顯然就是它的制約能力就比較弱 那如果有更強大的面能力者 利用了另一邊的制約 那你可能就會輸掉 對對對 所以我現在意義就是說 假設現在可以郵寄投票 然後也可以去投票所投票 這兩種方案存在 然後你的意義就是說 你會選擇去投票所投票嗎 聽起來是這個意思 並不一定是這樣 就是說不管怎麼樣 我都一定會投票 因為投票就是 就是 就是會希望讓我有利益的那一方獲勝 就是我當選之後會對我有利益的候選人獲勝 對吧 那我當然會依那個獲選人獲勝對我有利益的大小 比如說那個當選人獲勝可能對我只有 贏頭小利 那可能就不會 但如果那個獲選人獲勝可能 利益很大 那我就會用更強大的制約去 但目前的利益還沒有大到 我需要去一個南極的投票所 投票 或是把自己的手指剁下來 用很前面投票 那其實這也沒有問題 因為呢就是對我來說呢就是 表現確認你的主張 你的主張是說就是 跟那個利益大小有關係 就你判斷如果那個人當選對你的利益比較大的話 那你就會去投票 然後影響戰局 就是即使說最後的勝負是超過兩票 對嗎 你的主張是說如果那個利益是你關心 就你覺得這個利益夠重大 比你的付出的成本還要大嗎 你就願意花成本去投票 不管是用郵寄還是用投票所投票 那你覺得說就是 是因為這樣子就是 你可以影響那個戰局 然後從而得利嗎 這是你的主張嗎 這是部分的主張 不是全部 不是啊不是啊 那我要先確定這個是你的主張啊 就是說那個 這是我其中一點去投票的原因 你說你其中 那你還有什麼別點去投票原因 你都一次給我羅列出來 NONONO 我們先就這點他進攻 如果一點都打不破 那我們提下一點何必呢 不是啊 因為就是 我覺得說我這樣打破的時候 你會提新的點 這樣就是不堪其勞 因為我已經缺你這點是錯誤的了 那既然這樣的話 就是以致這點是錯誤的 我就不需要花力氣來打破 因為我以致這點是錯誤的 如果你認為這點不是錯的話 那我們可以對讀 如果等一下把這點打破的話 那我們也不需要再就其他一點辯論 那如果你是也知道這點有破綻的話 那我們就不用浪費力氣 因為這點已經 你也知道有破綻了 那你這個主張不成 那你趕快提第二點 這是一個巨大的堡壘 巨大的堡壘 當然不是說只要有一道牆 或是說只要有一個橋就可以防守 對吧 他一定是要 牆跟橋跟大炮 之間各個 不是我現在意思是說 我已經確定你的這個論點是 那你當然不能說 哇這個牆我就要那個去捅他就好了 我已經確定你這個論點是 我已經確定你這個論點是錯誤的 那為什麼還要浪費力氣來打破你這個錯誤的論點呢 你趕快提出正確有建設性的論點 你不要拿一個錯誤論點上來 在那邊想要那個就是浪費大家時間 對我的意思就是說 因為這個論點是 你知我知他是錯誤的嘛 那既然都你知我知他是錯誤的 我為什麼還要浪費時間說 我要打破這個論點 難道給觀眾看嗎 因為觀眾不知道這個論點錯誤 所以我要示範給觀眾看說 啊這個論點其實是錯誤的 對你就要示範給觀眾看 觀眾同不同意 不是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是在浪費時間的行為 結果如果你已經知道這個論點不行的話 那就不用打這個論點 如果你覺得這個論點行的話 那我們就對讀 我打破這個論點之後就結案了 就是你就不用提下來的論點了 因為表示你對這個論點的判斷就不對 我覺得你不要提那些小玩意 我們先就這個論點 先就 沒有就是說這個論點是錯誤的 而且我覺得你也知道他錯誤 不然我們就打賭啊 就是說那個 我等一下打破這個論點之後 那就結案嘛 就是你的那個就認輸了對不對 我的意思是說就是 你顯然不會跟我讀院 因為你自己都知道那個論點站不住 那為什麼還要浪費時間 那你要不要提提看 提提看你自己的論點 不是啊我只是說 我知道你那個論點是站不住的 所以那個 那我不想要打這個 這個站不住的論點 就是我跟你說就是你剛剛講的那個論點 就是說這個 基於那個就是 你說那個什麼 你判斷那個去投票的成本 小於那個 當選帶來的利益 然後你就去投票 然後因為你的投票帶有面能力 影響了勝負 然後讓勝負大於兩票嘛 反正在你剛剛的論點嘛 那我是說就是這個論點就是錯誤的嘛 就是 我覺得我們需要先討論 聰明的投票者是什麼意思 對啊對啊對啊 那我們現在討論看看 我覺得聰明投票者的意思就是說 因為他非常聰明嘛 所以表示不管誰當選 對他來講都是利益相等的 就是他都那個都不會影響他的利益 因為他很聰明 知道要怎麼因應那個新上任的執政者 所以呢就是因為他這麼聰明 所以就不存在利益的落差 誰當選對他利益都相等 那這個就是聰明投票者 所以他不需要那個 就不會出現你剛剛的狀況了嘛 因為你剛剛的狀況是說 我反對你這個對於聰明投票者 我反對你這個 你對於聰明投票者的解讀 就是我 我認為聰明的人 或是聰明的投票者 就應該是 他會讓這個投票結果 不論怎樣 都是對他來說是最快樂的 對吧 因為我們人在這個世界上 就希望最大化自己的快樂 嗯 你認同這個看法嗎 認同啊 但是我覺得就是 如果夠聰明的人 他誰當選他都一樣快樂 所以這個就沒有影響 不需要那個在意誰當選 那你要需要證明 為什麼夠聰明的人 誰當選對他都一樣快樂 因為如果他 不能這樣做到這樣的話 就不夠聰明 因為你都說了嘛 人應該以 最大化自己的快樂為目標 如果一個人夠聰明的話 誰當選都應該 他的快樂程度是 一樣的 這樣才是他叫做夠聰明 如果今天有個 那個他不喜歡的人當選 他就很生氣 他就不快樂了 那只能說明他不夠聰明 可是既然他都已經 呃 因為他足夠聰明嘛 所以他絕對有能力去影響結果 對吧 你認同這一點 呃 對啊 那對吧 那其實就是 可能有A跟B當選 A一定是 他一定比較快樂 但反正他只要影響結果 他就一定可以讓A當選啊 對啊 只要他是夠聰明的人 然後 對啊 所以說他也不需要 就是他 呃 既然有A跟B的可能性 那他就勢必 會因為這樣 所以把B的可能性 減少至0 對吧 不是啊 不是啊 那就是說 他不用去投票 他也可以影響結果啊 所以 就還是不用去投票嗎 就不去投票比較明智啊 因為不去投票的話 才體現了他的不同的影響結果的手段 如果你每次都要去投票才有影響結果的話 你這個 影響力就太弱了 對不對 但是聰明的投票者 在這個世界上可不是只有一個啊 對吧 欸沒有啊 我認為就只有一個啊 因為這題目都講了 做為一個聰明的投票者 那就 題目都已經講 只有一個聰明的投票者 沒有兩個 他不是做為兩個聰明的投票者 這邊一個是指你身為一個 就是你沒有辦法同時身為兩個人 所以這邊是指你身為一個 聰明的投票者 而不是說 這世界上只有一個聰明的投票者 這個群體的時候 哦 是吧 就是 那那好 那也沒關係 那也沒關係 那反正我們就定義 不去投票的就是聰明的投票者 我不認同你這個看法 沒有 你現在是在問我聰明的投票者要怎麼定義啊 所以我現在就定義給你看 我們就定義不去投票的人 叫做聰明投票者 我反對這個定義 那是一個group沒錯 所有沒有去投票的人 我們都把他稱為聰明的投票者 我反對這個定義 為什麼 為什麼你反對這個定義 這個題目是我出的 這有什麼問題嗎 我現在解釋定義 可以聽 我剛剛開場的時候就問你 有沒有對題目有問題 就是說呢 我們這種文字語言創作 一旦創作出來之後 就是作者已死 你有聽過這個講話嗎 所以當創作出來之後 就是 你作者的見解已不再重要 是是是 是吧 那你要提出你的見解 大家的見解才重要 你認為怎麼定義聰明的投票者 就是說聰明是個相對的概念 嗯 就是說聰明就是相對於 愚笨的人 他會比較最大化自己的快樂 不是啊不是啊 為什麼聰明是相對的概念 我以為聰明是絕對的概念啊 你不能說數學考一分的 比考零分的聰明吧 因為數學考一分的就稱不上聰明啊 你要考一百分才聰明啊 對不對 你要答錯99%的題目 你跟我說你很聰明 對不對 好那 Wik也可以說它是一個 絕對 就比如說 我定義它是 呃 在最大化自己快樂的能力上 是PR99 喔PR99你就覺得算聰明喔 你真的這麼寬 不然PR99中的PR99 中的PR99好不好 這樣一百萬分之一 我覺得可能要那個 就是八十億分之一這樣子 對對對 我覺得那個才夠聰明 對 就你那個都太寬了 尺度太寬了 沒關係 反正你 顯然你接受任何的PR嘛 所以我們現在就定義要 八十億分之一 不然一百億分之一也可以 這樣可能比較好算數學 一百億分之一的 叫聰明投票者 好可以 就每一百億人當中有一個 這個叫聰明投票者 可以 然後呢 對 就它最大化自己快樂的能力 是一百億分之一 對好那再來 你想要講什麼 所以說 它為了希望自己最大 為了希望 最大化自己的快樂 對 就是說 如果大家今天有A跟B 然後這兩個差距 就是 它應該會 能夠清楚地判斷 哪一個當選自己會比較快樂 對 對吧 所以說它就會去 改變這個結果 影響這個 那因為呢 雖然他是最聰明的人 對 但是他沒有辦法確保 自己的念能力一定是最強的 所以他必須要用某種資源 來讓自己的念能力最強 所以結論就是要去投票 對 我們可以那個參考一下 因為現在人類歷史發展至今 大概就差不多一百億人左右 那我們可以看當中比較聰明的 比如說像是那個 有稱為耶穌基督的 或是稱為釋迦牟尼的 他們有去投過票嗎 顯然都沒有 所以就是 由此可知這個 聰明的投票者 應該是沒有去投票的 我覺得 沒有去投票 是你要證明他們沒有去投過票 那當然確實沒有去投過票 耶穌還講了一句名言說 凱撒的事歸給凱撒 神的事情歸給神 就是說 那個 反正他意思就是政治根本不重要 誰執政不重要 那個都是地上的事這樣子 都是漁民才要在意誰當選 聰明的人幹嘛在意誰當選 不影響 我想我們應該回歸到現代 就是現在所有存活的生命體 剛剛我們投票的時候 並沒有說 投票者一定是個人 就是聰明的投票者 他不一定是個人 對啊 那就更沒有問題了 對 就是 對啊 然後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可以討論 神明有沒有投票 討論那個 沒有我說我們從存活的生命當中 所以你覺得要限縮在那個 就是人類的範疇 你不能討論猴子投不投票這樣 欸存活的生命 可以討論猴子 可以討論猴子 好啊那就是 所以你現在以致有哪個猴子 有去投過票 你可以跟我講一下嗎 我孤陋寡文 那猴子不是聰明的啊 你怎麼知道猴子不聰明 就是 不是我先問你 有沒有猴子去投過票嗎 有啊 有 那你跟我講解一下 因為我孤陋館 我不知道哪隻猴子有投過票 就 猴子他們 決定猴王的方式 就是用投票的啊 這你不知道嗎 我不知道啊 孤陋寡 對我孤陋寡 對 雖然你說猴子是用投票 決定誰當猴王的 對 只是他們的投票形式 可能不是像我們 這樣 他們可能是對他低頭 這樣 好 投票的概念 好 反正就是猴子有投票 那你覺得猴子聰明嗎 欸 猴子 欸 PR那個 一百一分之一 他顯然不是PR一百一分之一的那個 喔 好 那你覺得什麼生物最聰明 因為你現在說要討論所有生命 那什麼生命最聰明 題目是你出的 你應該比較清楚啊 喔 我覺得那個就是 那個 我剛剛講啦 我覺得那個 耶穌基督就很聰明 就最聰明 那如果我們把題目 限縮在現存的生命 就沒有辦法證明了嗎 你說現存的生命 耶穌基督也現存 他存在不同維度而已啊 好 對啊 真的沒有什麼問題 那此維度的現存生命 喔 你說三維世界現存生命 就是 三維世界現存生命 然後你說我們要討論這個三維世界現存生命 然後最聰明的人 然後他有沒有去投票這樣子 嗯 好問題 就是 嗯 但是這個 這個人我們 這個生命我們不一定能觀測到他的行為啊 是的 對啊 所以這樣的話我們這樣討論也是變成無稽之談 因為就在討論一個我們觀測不到的生命嘛 就比如說 那這樣就是出題目的人的問題啊 沒有啊 我的意思是說就是 所以我覺得那個 你的界定方式不好 你就不要用那個什麼PR多少來界定 像我的界定方式就非常好 我的界定方式就是說 所有不去投票的人都叫聰明投票者 那我這個都是可以觀測的嘛 你就看一堆那個 那個就是投票所 投票的時候你去投票所 然後看到有人進去投票 你就啊愚笨投票者 啊愚笨投票者這樣 你就 然後排除掉這些 你看到可以觀測愚笨投票者 剩下沒有去投票 啊就是聰明投票者 對 你這樣是就結果 就結果論而言 沒有啊 這沒有就結果論而言 這個就是觀測到 可以觀測的啊 就不去投票的就是聰明投票者啊 那去投票的都是愚笨投票者啊 這不是很方便嗎 這個定義完美無缺啊 但是說 非常好觀測 但是比如說 那我們要怎麼知道 就下次 比如說下次台灣總 台灣的 那你說下次選舉嗎 誰是聰明投票 那你同不同意 人可以變聰明嗎 就是他可能 原本以前很笨 後來學習的變聰明了 所以他如果下次沒有去投票 他就是聰明投票者 因為他變聰明了 就不去投票就是比較聰明的 那變聰明了他就不投票了 那笨蛋才投票啊 所以去投票的都笨蛋 我不認同這個說法 我也不認同人是能夠變聰明的 不是啊 我的意思就是他有人 下次不投票就變聰明了 投票就是笨蛋嘛 我不認同這個說法 不是啊 那我們可以這個 就是 所以為什麼你覺得投票的不是笨蛋 我認為投票的都是笨蛋啊 就是誰去投 我以前也投過票啊 我當年有投韓國瑜啊 沒有當選嘛 那覺得自己是笨蛋才投韓國瑜這樣子 所以我就覺得 現在變聰明了不投票了 以前有投過那個 覺得就那時候比較笨這樣 就投韓國瑜這樣 對 那很明顯是你的念力的制約不夠強 不是啊 因為我投他不是希望他贏 我只是覺得他會用膝蓋走路 我要鼓勵一下給他多一票這樣 就像人家看馬戲團表演 你要付一點那個費用 你要付30塊給他 對對對 我想說投票那個應該也是有錢的 想說要支持他用膝蓋走路 對 所以那個我覺得是一樣的道理啊 就是 但我只是說反正我現在覺得 我變聰明投票者了 我不投票了 我可以直接捐款給韓國瑜啊 不需要去投票那個 走過去那個太花成本了 直接匯款 現在都電子轉上很方便 我可以直接政治獻金給韓國瑜 就鼓勵他膝蓋走路 不需要去投票所浪費時間 那你剛剛說是走過去太花成本 那如果是郵寄投票的 對 就是說但是還是太花成本 因為你要寫那個郵件什麼的 我現在一秒鐘的價值就超過30元了 所以那個就還是不宜浪費時間 因為太笨了 以前可能沒有那麼聰明 對 所以你要知道越聰明他的時間就越貴嘛 當他時間貴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他就不可能去投票 那你覺得你0.A一秒鐘大概多貴 不知道啊 這個就是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定義聰明的投票者 就是他的一秒鐘的價值 或者說他就是 好反正就是簡單來說 如果假設去投票花的成本為A 然後聰明投票者的定義就是他的 那個時間價值 就是說那個時間成本A 就去投票花時間成本A 然後聰明投票者的定義就是說 他的時間成本 就是大於那個時間成本A 所以他就 這樣的人就叫聰明投票者 所以他就不該去投票 我不任何想法 因為時間成本A 是有辦法趨近於0的 雖然現在科技還進步不到 對吧 當如果有一天我們全部都是雲端 就是我們可以在腦中 瞬間想我要投給誰 那個瞬間 就可能只要0.01秒 就是神經迴路的瞬間 就可以投出這一票 那是不是這個 所謂的成本問題就不存在 沒有那趙遠這樣講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直接 收集大家平常的行為數據 然後言論什麼之類的 然後判斷每個人他支持的候選人是誰 我認為不能用言論判斷支持的 沒關係 因為很多人會發表違心之論 那可以按照他的腦波什麼的 反正我意思說我們只要有 夠先進的科技 就可以探測出 每個人他真心支持的對方是誰 對然後我定義 當你決定 就是說我要投誰的時候 真心支持誰的時候 這一瞬間想法就是投票 對就是說 但是這樣的話就是那個 就是我的意思說就是 反正你的意思說你也同意 如果科技夠先進的話 可以收集到這些大家的支持的 偏好 然後你的意思說就是用這個科技 收集這樣的話 投票成本就變得非常低 沒錯 所以投票成本就變得非常低 所以投票成本也可以趨近於無限小 對 因為它是 對嘛 因為你如果說是偵測的 其實你就等於沒有做外事 但是電腦都知道我支持誰 然後就幫我投那個 欸電腦會知道你是真心想法 還是只是說說而已 對對對 我知道我知道 反正你的意思說就直接那個 高科技識別 對 就是然後所以這樣就 大家都沒有成本 但已經都投完了 就是 嗯 但我覺得按照我的定義的話 這樣就是沒有去投票啊 因為這樣就是那個電腦幫大家 那個選出總統或什麼的 沒有因為你心中做出意象的那個 關鍵的瞬間就是投票的瞬間 對吧 不是那假設今天有人他沒有意象 我就沒有偏好 我就覺得那個 什麼 就是 郭台銘營跟侯友營營對我是沒有差別的 那這樣的話就是 我沒有偏好啊 那這樣的話電腦會怎麼判斷我 電腦會幫我判斷頭四個人嗎 沒有沒有沒有 還是他就判斷我廢票 空白票 如果我沒有偏好的話 電腦會幫我判斷什麼 你的超級電腦會幫我判斷什麼 沒有偏好的人是不存在的 沒有那你這是一個很強的假設 假設沒有經過驗證 對吧 那你要證明沒有偏好的人存在啊 不是啊 那本來就可能有人沒有偏好 為什麼你覺得人一定要有偏好 欸因為人都要基於 最大化自己的快樂的目標對吧 那兩個人兩個不同的人當選 當然不可能快樂的目標就一樣 當你就比如說 你瞬間看到那個郭台銘的臉 看到洪友營的臉 產生出來的想法一定不一樣 對吧 應該沒有人能夠看到兩個人的臉 產生出來的瞬間的想法 會是一模一樣 或是完全都沒有想法 對 認同這件事 那一定有偏好存在啊 為什麼 因為就是電腦會足夠的 從電腦會足夠的去幫你判斷 到底你究竟對於這兩個想法 哪一個是正向的 哪一個是你比較不想不爽 它出現在在那上面 嗯 可是偏好是可以改變的 而且它可能隨時都在改變 那如果我這一秒是喜歡侯友營 下一秒喜歡郭台銘 那這樣我到底電腦要幫我投給侯友營 還是投給郭台銘 電腦會去幫你 就是如果我們有這個機制的話 那想必就會有一個時間點 一個時間點是它抓數據的區間 那它就會就那個區間的數據 去做出最合適的 對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說 電腦今天抓數據 就直接投票日當天 電腦就來抓大家數據 然後看大家當天的偏好是什麼 它就按照那個投了 也不是說看大家當天的偏好 就是它會仔細分析誰是真正 對我會說是當 但以當天為準嘛 你的意思就是說 反正電腦就以當天 比如說投票日是什麼 1月1號 1月1號大家電腦就判定完了 它就幫大家投票 但現在問題是在於說 那萬一1月2號投完之後 有人反悔了怎麼辦 就有人他1月1號投完之後 1月2號他偏好改變嘛 他反悔了 他本來喜歡郭台銘現在變得喜歡侯侯儀 那怎麼辦 那他偏好改變了 那你的電腦怎麼辦 沒救了 沒有沒有 因為已經選完了 電腦 電腦足夠強對吧 你認同外部科技是足夠強大的 對所以你認為 他就可以有辦法預測 他要預測 你的偏好會改變 會改變 對對對所以應該要預測嘛 對不然就是不夠強 對對對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他應該要預測未來4年 誰當總統 就是他會預測你4年 對嘛 未來4年誰當總統我會最爽 他要根據那個未來4年的預測值來投票 對如果沒有辦法做到足夠完美的預測 他就是不夠好的電腦 我們現在假設設備是最完美的狀態 可以可以可以 設備最完美我知道 就是雖然這是一個假設 但是反正 我知道你的意思就是說 設備最完美的情況下 他應該要預測未來4年 然後你的 誰當選你的那個偏好是最高的 對 然後根據那個來幫大家投票 或是如果他經過統計之後發現 呃比如說兩個都一樣 他可能就會用量子的技術幫你random 比如說這兩個人有4個候選 兩個剛好都是對你的偏好剛好是一模一樣 那就是他會幫你random一個50%去投票 對吧 不是啊那random 那一樣的話他不應該random啊 因為別人可能不一樣啊 假設今天是有10個投票者是一樣的 然後他random這10個投票者的話 這樣可能是不好的啊 他應該是不要幫這些人投啊 因為你看假設說 誤差在這個就是3票 然後你現在把這10個一random 完蛋10個都random到某一邊去 然後推翻那個結果 好確實不應該random 對所以就不應該random 如果有人剛好是 但是呢相信足夠聰明的電腦 應該是不會判斷有人是一樣的 因為那個代表數據收集了破搶性 沒有就是你的意思就是 因為你前面的主張應該是要說 偏好一定有不一樣 對 就未來4年這麼長的時間 怎麼可能兩個人執政4年 你會爽度相當 沒錯 這不合理嘛 就一定是有一個 光看誰的臉就會有差 一定有一個人執政那4年 你會更爽一點 對就像有人看到 對 韓國瑜出來講話就好爽好爽 對啊對啊 因為他會用膝蓋走路嘛 這個還是很重要 其實政治人物是需要 娛樂大家 增加大家的爽度嘛 所以有娛樂效果的也很重要 很加分嘛 就是因為你說未來4年爽度最高嘛 這一定包含他的娛樂效果 也不一定4年 就看投什麼東西 看任期啦 反正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的意思就是他 因為你可能是投一個公投 對對對 反正他預測就是這個 投下去之後這樣子 應該是爽度要最高的 然後這樣的話就是來投 就是他來幫大家收集 所以你認為這樣應該要去投 沒有沒有我只在思考說 這樣的這個系統的話有沒有 有沒有什麼問題 就是 嗯 沒有可是這樣的系統的話 就是 你說一定有偏好就是 嗯 沒有那我知道 這涉及一個問題 那就是說那你覺得這樣的系統的話 候選人 就總統候選人 你覺得應該會有幾位 因為假設候選人只有一位 萬一這個系統很強大 然後所以那個 大家都知道誰會選上了 所以那個郭台銘就不會出來了 因為他知道他反正選不上 因為有這個系統在 他沒有機會 他就不出來選了 那這樣的話會不會就只有一位候選人 有沒有可能就只有一位候選人 因為其他候選人都是炮灰嘛 這個系統這麼強大 他們都事前都知道結果 他就不用出來選了 我不認同 因為這個系統想必會做一個非常嚴厲的保密措施 讓他們都不知道 自己的結果到底如何 像現在明顯有人選不上 但他還是出來選了 沒有 對啊不是那我 那我換個方式講 那這個系統的話 是不是應該其實 沒有如果這個系統真的這麼好的話 其實應該是要 要所有人都可以當被選舉人才合理 因為你要想如果這個系統這麼好的話 那全台灣這2300萬人當中 一定有某一個是當總統會 全台灣人最爽的啦 那是不是應該要讓那個人來當總統 這樣才對大家最有利的 應該是嘛 所以其實應該是所有人都可以被選才合理 就如果有這種系統這麼強的話 因為你剛剛說系統無懈可擊 可以這麼說 那這樣的話應該所有人都要來可以被選才合理 對 對那你應該先修法那個 就是拿掉年齡限制嘛 不用那個什麼 40歲以上才能選總統 認同 喔就是所以 好沒關係得到一個額外結論 就是說你認同那個 40歲才能選總統 那個限制應該要拿掉 對因為其實可能30歲以下的人當總統 對大家更好 對 對好 就是 我想一下 雖然你說這樣的話 就所有人都可以被選 然後選出那個最好的 讓大家爽度最高的 然後來當領導什麼的 反正就是應該要這樣的機制 嗯 那如果是這個機制的話 那你覺得 那個 會不會那個 就是 就是誤差 就是 總是在那個兩票以內 就是說這個機制之俠 每次不管選什麼 都是剛好那個 就是只有一票之差 就是那個 誒這個 支持侯友誼的人 就是 可能剛好就是比 支持國產民就多一票這樣 一個國家就是分裂的 一個國家是分裂的 然後所以那個 這兩群人 就是 一群支持 誒一群支持 然後又剛好就誤差一票 你認為這樣是合理的嗎 有可能發生 沒有我說總是如此 不認同總是如此 那你覺得機率上應該怎麼樣 你覺得應該通常是會 差距懸殊 還是通常會差距微小 都有可能 就是 一個常態分佈 嗯 嗯 那你認為就是 好沒關係 那 那應該這樣說 那 那如果說是 這個系統它 這麼強大的話 那這個系統運作應該是有成本的 就你要運轉這個系統應該是要有成本 沒有這系統因為足夠強大 所以它的成本可以忽略 對 不是 成本忽不忽略的是跟國力有關 不是跟系統有關 好那你可以闡述 如果有成本的話會這樣 好 然後 來 看一下